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对舞者给予厚望 评价很真诚 多参加比赛提升基本功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来到了总决赛 又是一年的陪伴 这次的新生代舞者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随着节目的落幕 我们即将也要挥手告别了 虽然这一季街舞主打新生代舞者 但是到底有哪些新生代舞者脱颖而出 也许在大众心里都有自己的选择 这次的街舞火锅间中 UNIT王一博分享了一些自己在录制过程中的心得 同时呢 还给予了不少新生代舞者厚望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跟建议 很喜欢王一博的街舞态度 他会毫无保留地给出自己的东西 分享的同时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专业度跟对待热爱的街舞的态度 这次的街舞也许让王一博改变了不少 虽然我们很少看到他跳舞的样子 但是他却看了不少舞者身上的问题 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一博说 有不少舞者通过节目 出名了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们 其实这样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机会跟利益 但是依旧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跳街舞的初衷 千万不能不重视基本功 一定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 多联系多比赛 节目中 王一博对子仔给予了厚望 认为他是有一个身体天赋的 特别是作为地盘舞者 是非常难得的 很希望他能够继续开拓自己 身体的天赋一定要利用好 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同时也会开发出新的东西来 同时呢 他希望子仔可以多扎实一点基本功 因为地盘舞者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提及了大师团的杨凯 就是因为基本功扎实 才能更好地开发研究出来新的东西 地盘舞者 基本功从摇滚步跟地盘步 基本功扎实了 身体是非常的轻盈跟游刃有余的 他真心希望有子仔可以走得更远 他的哪些是显然不够的 再加上他年轻有天赋 自然未来可期 从这段话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王一博从来敷衍 这也是为何这么多年轻舞者喜欢他的原因 因为他是街舞舞者 他懂得街舞 懂舞者 同时呢 在分享交流中 王一博更希望舞者 不仅提升自己基本功的同时 还能够多来练习 多比赛 一定要走出去 不要局限在国内 而是出国多去比赛 才能够遇到更多 提升自己 的确如此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这一季有让我们记忆深刻的Killka 他一出现就让好多人对此大呼 街舞女王 大框架的HIPHOP舞者 从小就钟爱街舞 并且有自己的风格 不断地比赛练习 多次拿到过冠军 证明了自己 从他身上 王一博看到了很多 也学习到了不少 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对此他很直接地分享出来 没有说太多的客套话 反而是用最真诚的方式 把自己的想法表达了出来 不得不说人家红是有红的理由 从来不吝啬分享心得的人 绝对对自己有着很自信的把握 希望王一博的真诚 更喜欢他对待热爱的事情的态度 这就是街舞总决赛 期待更多的人 好多人想必还是王一博跳舞吧 对此各位如何看 留言讨论呗 请不吝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